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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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用符号的组合基本上六十四个已经够了 加上它的三百八十四摇 等于是六十四个大的状况 大的趋势 三百八十四个位置 你在什么位置 你应该怎么办 这一代人生的问题大致上都在里面涵盖在里面 讲完毕之后 这些外国老师同学对他都非常的佩服 有人问他说 这是多久以前的画的东西呢 他说大概五千多年前吧 别人听得更佩服了 因为五千多年前 他们的祖先 外国的祖先还在玩泰山的游戏 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八卦图画出来了 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书籍 其中反映了我们中华文明的渊源流长和光辉成就 它的洋谣和阴谣 以及由阴阳两谣组成的卦象 最早是由谁出于何种目的发明的 在易经的发展史上 哪几个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今天就要说明一下 易经的由来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可以推到四五千年前 它等于是反映了一种 人类在蛮荒之中 草媚之中 开始走出来它的文明 那个基本的过程是什么 所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 就不能忽略这一段 我们今天只是借着说 对于易经怎么样去了解 把这一段加以说明 这一段是出自于细词传 一般来说 已经经过三位圣人 第一位福西寺 第二位周文王 第三位孔子 他这个说法是说福西寺 福西寺是最早的 我们常常会说 什么有朝寺 碎人寺 福西寺 神龙寺 它其实代表四个生活阶段 因为古时候人 他是群体性的一种生活 你当领袖的人 也不见得知道说 跟老百姓怎么样分 它是一个整体 所以统称作福西寺 福西寺就开始有渔猎社会 开始畜牧 养殖一些生物 神龙寺的话 就变成农耕社会 后面就是 开始皇帝这些出现 那么我们现在看 在开始的时候 福西寺 他怎么画基本八卦呢 我们想象一下 在开天霹雳之后 人类在这个世界上 怎么生存呢 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原始的 人也没有任何工具的发明 他们就开始说 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 要知道这个地方有好还是坏 或者说有危险 或者是有好处 那怎么做记号呢 就用结绳的方式 怎么样叫结绳呢 结绳比较容易 基本上做绳子并不难了 把这个草揉一揉 可以做成绳子 就是我们到一个地方 发现它是好或是不好 怎么去标记呢 大概用手肘那么长 当做一个段落 这么长的地方不打结 代表一个洋摇 这么长的地方打个结 代表阴摇 中间等于断了 那每三个连在一起 六个连在一起 变成一个整个的现象 对这个地方加以了解 至少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古代他没有文字 他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方式 你没有书写的工具 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来留记号 所以古代就从福西寺 就开始有这样一种做记号的方式 等于是用结绳的方式 最原始的 然后开始基本八卦出现了 八卦出现之后呢 接着是什么 八八六四卦 在福西的时代呢 都已经把它展现出来了 接着周文王 周文王是在挂底下写上一句挂词 每一挂六摇 写六句话叫摇词 周文王在游里关了七年 就把这个做出来 但是很多人说 挂词摇词里面所记载的资料 有一些是在周文王以后的事情 因此我们说周公帮忙完成 所以周文王是爸爸 周公是儿子嘛 他们合作把这个第二部分做成了 所以从福西寺到周文王构成义经 后面是孔子 现在我们都知道 不是孔子一个人的 孔子跟他的学生们 一代一代好几代 合成了第三部分 义传 所以这是义经本身的 写成的一个过程 接着为什么要写义经 这是最大的问题 他的目的是因为人有忧患意识 因为周文王是在商咒那个阶段 商朝要结束了 周朝要兴起了 这时候很担心 因为天下乱的话 谁知道将来还会在平定呢 有时候一乱乱下去 不可收拾 人类就毁灭了 为什么需要忧患意识呢 假设你家里面门前种一棵树 你不要管它 阳光空气水 这个树自然就成长 你不用担心 其他的生物啊 天生天养 没有问题 天上的飞鸟有巢 地上的狐狸有它的洞穴 你根本不用担心 哦 万物就自己成长 只有人不一样 人如果跟其他万物一样的话呢 那么成长出来之后 就变成很奇怪的生物了 换句话说 人不能离开人的社会 而人的社会需要有某种教化 在德国 曾经发现过一个狼孩子 狼孩子什么意思呢 生下来就被带到野外去了 被狼叼走了 所以呢 一直到16岁 因为后来被猎人抓到的时候 从他的骨骼牙齿看得出来 算得出来他16岁 一直跟狼生活在一起 他跑的姿态 叫的声音都跟狼一样 那被人救出来 就长样子像人嘛 救出来之后呢 怎么叫都没有用 过几年也死了 说明什么 人不能够放在自然界 让他自由去发展 自由发展等于是没有深入 所以人类这种生命是最特别的 从身体结构开始 最重要的是心理上的能量 你能够学习 你能够选择 这里面就怎么样 让人担心 因为人的本能 一定替自己考虑 替自己考虑的话 有时候就没有限制 到最后变成损人利己 以私害功 所以古代的帝王 政治领袖 他一定有忧患意识 担心说 怎么样让一个人 可以遵守某种规范 能够互相帮助 因为人都有弱小的时候 小时候需要照顾 老的也需要照顾 你不能只看中间这一段 只看中间这一段的话 大家力量都很大 年轻力量 我为所欲为 那请问 你小的时候 你老的时候 所以古代的这些政治领袖 他之所以要制作 易经出来 是因为什么 忧患两个字 我们也常常说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这是孟子的话 在忧患中 人可以生存 在安乐中 人恐怕就会灭亡了 像这都是中国儒家 一贯的思想 这种思想非常正确 到今天也是一样 如果一个人 没有受到好的教育 后果不堪设想 他能力越强 对社会危害越大 所以古代的 这个易经的由来 可以说是 跟这几位领袖人物有关 跟他们的忧患意识有关 到现在还是一样 我们常常提到 易经里面很喜欢讲 居安思维 你在安定的时候 就要想到危险的时候 太平的时候 就要想到乱世的时候 你就会珍惜 就会长跑 长期保持 这个平安健康的一种情况 古代先前的忧患意识 促成了易传的诞生 在易传里面 简要描述了中国古代 从福西市 到尧顺时代的 社会发展历史 那么在易传的描述中 福西市的社会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易经里面所描述的古代历史 跟我们今天所想象的古代历史 是不是有落差呢 我们要做一个介绍了 首先第一个是福西市 我们看看他怎么描写 他说古代福西市 统治天下时 抬头就观看天体的现象 低头就考察大地的规则 所以上面是天 底下是地 天有天体 太阳 月亮 星星 还有风云变化 我们有时候说 什么叫天体呢 因为古时候人认为天原地方 因为天体的运行 是有规则的 有规则代表 趋而复返 一定是原形 地方 因为地本身看起来 没有穷尽 你往东南西北 每一方面看 都好像是平的样子 所以古人认为天原地方 跟他们观察天体 是有关系的 那么天体的变化 构成昼跟夜 白天跟晚上 这种自然现象就出现了 那大地的这种规则呢 就好像这个地方 山川啊 还是沙漠啊 还是高原 还是平地 它都有不同的规则 然后再仔细地去检视 鸟兽的足迹 跟他们的花纹 以及什么呢 以及山川地理的各种特性 都了解了 了解的时候 再究竟根据自己的经验 因为你身为政治领袖 经验一定比较丰富 根据自己的经验 再设法去参考什么 各种事物的实际情况 然后再左手制作八卦 所以从我前面讲 福西式统治天下 到这边 左手制作八卦 中间经过一个过程 叫做什么 仔细观察 所以为什么我们以前说 观察天道 安排人之道 是因为你开始 面对世界的时候 一定要先了解 了解了之后 才能够选择一个最好的方式 配合天时地利 让你能够生存下去 所以说 你就去了解神明的功能 然后呢 比例 就是用象征的方式 来比例万物的实况 就是你要了解世界 你看挂的变化就够了 等于是以简欲凡 用简单来说明复杂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它是哲学呢 西方也是一样 你看希腊哲学史 第一位西方哲学家 叫做泰利斯 他说宇宙的起源是水 用水的变化 来解释宇宙万物 怎么变呢 很多东西是火了 是土了 是这个风 跟水什么关系 他说你把水烧开 就变气体 水凝结成冰 就变固体 所以一个水是液体 是气体是固体 通通坚固在内 但是重要的是 他作为哲学家 就是他不再用神话的方式 来理解世界的起源 因为哲学的出发点 背后是神话 以前的人呢 就用神的故事 来解释宇宙万物 神怎么造世界 神怎么造人呢 真正的哲学出现 是用理性 在人的经验世界里面 找到一个基本的材料 但是这种说明呢 很有限 所以后面就会说 不是水了 是火 是这个土 是气 有各种说法 那么福西是接着怎么说呢 开始使用 液晶里面的挂的 他说 他第一步呢 解草为神 把那个草捆起来变成绳子 然后开始制作螺网 用螺网来打猎捕鱼 这第一步 代表什么 福西是确实是鱼猎社会 福西我们平常把它理解为 巡洋野兽嘛 把野兽变成我们的家处 大家也利用 《易经》里面提到这些很有趣 他说 古时候人怎么去把那个野牛啊 变成家里面使用的牛呢 从小把他抓来之后 在小牛的脚上 绑一个木板 让这个牛啊 他的脚 顶人的时候 让人不会受伤 牛顶了半天 发现别人不理他 牛就开始不顶人了 因为牛的脚 本能就是他的最好的防卫武器 也是攻击武器嘛 所以任何东西来的时候 牛都用脚顶 但是你在牛脚上 把一块木头 他怎么顶 你都不会受伤 久而久之 牛就放弃顶人的习惯了 就很乖了 就可以寻养了 这个方法其实非常有智慧啊 在《易经》里面都提到这些 说明在福西市那个时代呢 他就知道说 我怎么样制作罗网 来寻养这些野兽 对人所用 但是不要忘记 他这边提到一个卦叫离卦 离卦就是离别的离 这卦本身并不是离别的意思啊 离就是罗网 它的卦像你一看就知道 像罗网的样子 可以去补东西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离代表火 这说明火是文明的起源 所以说到这里呢 我想到西方的神话了 西方神话里面有一段 后来第一位希腊悲剧家 Asceles 把它写成悲剧 非常精彩 叫做 普罗米修斯三部曲 普罗米修斯 他是个巨人族 他看到人类啊 活在那个阴暗潮湿的世界 真可怜啊 就用天上偷火 把火种偷下来给人类 人类因为有了火之后呢 就开始怎么样 发明各种东西 所以火是一切文明的开始 但是普罗米修斯得罪了天神宗师 就要被罚呀 怎么罚呢 把他绑在高加索山上 让老鹰吃他的肝脏 求人得人又何愿 普罗米修斯也不会抱怨 但麻烦在哪里 古代人想到惩罚 又最可怕的方式 让你肝脏吃完毕之后 第二天长又长出肝脏来 所以天天被吃肝脏 就多惨 所以西方讲到艺术家的典型 就是普罗米修斯 但是呢 他也是人类文明的开始 从火开始 我们现在发现很有趣哦 在福西市里面所提到的 他的制作各种事物的开始呢 不讲钱挂坑挂 而讲黎挂就是火 这非常有趣的一种巧合 说明人类文明啊 从火开始 《易经》作为历史上 现存最古老的一本经书 其中蕴含的智慧 至今仍被世人所推崇 那么《易经》是由谁 出于何种目的撰写的呢 《易经》中记录的 从福西市到尧顺的上古时代 是什么样子啊 诞生于五千多年前的《易经》 对于现在的我们 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和作用呢 傅佩荣先生 《易经》与《易经》系列之 《易经》的由来正在播出 让我们跟随傅佩荣教授 一起探寻《易经》的由来和演变之谜 福西市之后的神农市 开始进入农耕社会 出现了一物一物的市场交换 而神农市之后的皇帝姚舜 则开始构建了 相对复杂的社会规范 而这一切与异状之间 又有着什么样的隐秘的联系呢 福西市死后呢 神农市兴起 开始砍销木头 做成梨 揉弯这个木条 做成饼 等于是你可以怎么样 耕田啊 除草 然后教导天下百姓 进入农耕社会 所以这几句话很简单 就从渔烈社会 进入农耕社会 那你要当政治领袖 你就要有发明 等于是我发明某种器具啊 让你可以使生活阶段往前推一步 接着更有趣的怎么样呢 开始建构市场 每天正午的时候呢 开设市集 招来天下的百姓 聚集天下的货物 大家相互交换 然后散去 最早不是用钱买东西啊 是以物以物交换的方式 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 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就要问了 为什么需要在中午呢 我们讲是这个字 古时候的字很有意思 我说是不是呢 是这个字 上面是日 底下是个正 日正为是 后来写成另外一种写法 比较好看 但是它原来是日正为是 因为太阳在中间的时候呢 没有阴影 旁边没有阴影 就是一切都一目了然 在市场做生意 就是要一目了然 不能有任何舞弊的行为 所以在中午的时候呢 进行交易 最公平 在神龙寺的时候 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 在接着之后是谁呢 皇帝才出现了 皇帝之后是摇根顺 他们几个人呢 基本上就是设法 让生活充满变化 让百姓不会倦怠 老百姓活在世界上 很容易觉得无聊 为什么 生活很单纯嘛 你说每天看风景 我们有时候会羡慕 古代的生活 叫做园林式的生活 田园式的生活 好像跟自然界的美景 结合在一起 我现在请问你 以前的生活 其实并不快乐啊 日出而作 日入而习 地利与我何有哉 天下好像很愉快 太阳一出来 我去工作 太阳下山 我就回家 天子啊 皇帝这些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你想想看 多苦啊 你要想的是辛苦啊 没办法休息啊 并且这种工作 不断发展的话呢 最后就是五个字 重复而乏味 人最怕重复而乏味 古时候人也一样 所以皇帝就设法 开始有各种花样出现了 让大家不要倦怠 同时呢 解决老百姓的困难 让大家活得比较舒服 从这个里面就推展出来 皇帝跟姚跟顺的一些作为 无论如何 就要让百姓过得快乐 然后这个时候才接着说 乾坤两挂出现了 叫做垂衣伤而天下智 衣代表上衣 伤代表裙子 古时候人都穿了衣跟伤啊 今天只有女生穿裙子了 古时候是都穿了 上衣下伤 衣衣垂下来 天下自豪了 衣代表什么 衣代表前挂 衣代表坑挂 因为一个在上 衣在下 两个要配合 才是完整的衣服 所以皇帝跟姚顺呢 让天下可以自豪 所以我接着就要说明一下 皇帝跟姚顺之后呢 他们建构的社会规范 到底是什么 第一个 他开始造船 有船 有船江 然后就可以有 水路交通的方便 古时候的人呢 最怕碰到什么 河流 碰到河流的话 水深不可测啊 你根本就不敢过 并且充满危险 所以在一经里面呢 谈到砍 砍就是水 通常都是危险 看到山 山代表阻止 你过不去 你没有那个工具啊 你爬山太危险了 过水更危险 山代表阻止 水代表砍线 里面有陷阱 非常危险 那如果说你 开始造了这个船 有了这个 周济之力 就可以跟远方来往 接着呢 就要巡浮牛 乘着马 把货物啊 带到远方 这样才慢慢 从一个小的部落 到大的部落的集合 古代都是部落 夏商周三代 在夏朝还有万国之称啊 有一万个部落 当然万代表一个 很大的一个数字的描写 一直到周朝呢 才开始慢慢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开始用封建的方式 在这个以前呢 特长周的部落 在这个生活上 一步一步 周车 交通 武器 防备 接着要让你设法 安居乐业 带房子 古时候人住在山洞里面的 所以到现在我们也知道 司空代表什么 建设部长 他是负责建设的 你说 为什么司空 变成建设部长呢 因为你住在北方靠山啊 在山底下挖个洞 就是你的住家 就是挖空 所以后来这个负责挖山洞的 就变成司空 我们现在讲建设是建房子 以前是挖个洞的 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后来就发明什么 盖房子住 要不然的话 你住在原始的这个荒野 或是普通的洞穴 很危险的 没有什么保障的 盖了房子以后呢 就可以安居乐业了 接着是伤葬仪式 因为人的这种生命的发展 到最后要结束 结束的时候 古代很惨 古代怎么样呢 人死了怎么处理 根据易经的说法 他又说 人死了之后 就用很多柴草 把人重重一层一层裹起来 裹起来之后 丢到荒野 也没有坟墓 坟是上面叫做坟 底下叫做墓 都没有 也没有立一个记号 或者写名字 都没有 因为根本还没发明文字 然后就这样子 也不知道多少年过去了 手伤的时间长短 也没有规定 有人难过几天算了 有人难过一辈子 都有的 代表什么 代表需要有人来制定一些基本的规范 在孟子里面提到一段 商礼怎么出现的 当然孟子也是想象的 因为孟子也不可能看过实际的情况 他说最早的时代呢 一个人父母死了 他就把他丢在山沟里面 有一天呢 这个做儿子的上山 经过那边一看 哎呀 很不忍心 为什么 因为狐狸啊 来吃这个尸体 苍蝇蚊子啊 来盯这个尸体 这个做儿子的一看 不知道为什么 头上就冒汗 孟子这样描写 所以孟子有时候写文章 写得真好 好像他看到一样 他说这个做儿子就很惭愧 因为看到这个父母 是以前生我养我的 我们哪一个人对父母的怀念 不是那种父母非常健壮 所以孟子所有的 跟《易经》里面所说的 对照看就知道说 古代的情况 后面才发明有官有果 内官外果 怎么样埋葬的仪式 通通上轨道了 接着呢 古时候的生活呢 刚刚讲过 结神祭祀 结神祭祀就是 你结一个绳子 就代表某些事情 但是他不能够 传之久远了 隔一段时间就不见了 后来怎么办呢 发明文字 发明文字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发明文字以后呢 就可以记录 记录下来 许多事情就有古代的历史的资料 慢慢留下来 就可以对照 来衡量一下 这个官做得好不好 你如果没有过去的对照 你怎么知道这个官做得好不好呢 因为没有资料 有资料就不一样啊 那边可以检查 以前这个官他怎么做 因为有文字可以记下来的 有文字之后 我们开始说话 就不一样了 受教育了 但是人类文字的发明啊 也是很大的挑战 有人说这个猖截造智 人生的困难啊 常常是从认识字开始 人家说猖截造智之后呢 天与树 鬼夜哭 上天下来的一些树 树就是可以吃了粮食 鬼往上再哭 因为有文字以后呢 人类开始建构不同的世界 什么世界 文字思想的世界 平常我们的世界啊 就是每天的生活嘛 日常生活 就是今天要吃什么 今天要喝什么 今天晚上在哪里过夜 这个照顾好就没问题了 傅佩蓉先生为我们简要 回顾了上古时代的社会发展状况 使我们对疫境出现的社会条件 和文化环境 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但是作为疫境的核心部分的挂项 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呢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古代文明啊 一步步下来 好像是纪录片一样的 看到这些 疫经里面写这一段 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一段呢 因为这样一来你才知道说 疫经这本书啊 在开始是怎么出现的 它对于人类生活实际的状况 都是根据疫经的挂出现的 我们因为挂还没有介绍 我们刚刚所谈的几个挂 总共十三个挂 十三个挂 每一个挂都不一样 比如里面讲到羹田 它的挂就可以让你知道说 一个人手拿着木头脚踩到地底下 所以叫做什么 羹田 你说一个挂六条线 可以让你知道一个人手拉着木头脚踩到地底下 这不容易吧 我们就要开始慢慢习惯 你要了解疫经心里面脑袋就要开始变灵活 非常的灵活 有时候一个挂像可以重复使用 像我们刚刚讲的鲤挂 鱼就是网子 它也是火 也是罗网 还有别的东西 很多象征 任何一套学问 都是它基本的术语 它基本的术语 你没有学会的话 你凭常识去了解的话 那永远不能入门 但是相对的 你把基本的术语学会 就要叫你学数学 学几何 要把基本的公理 基本的定义学会了 后面就很简单 看怎么运算而已 疫经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一套做说明之后 等于是说 从福西到神龙寺 到皇帝 尧顺 都是根据疫经里面的挂像 来创造发明 创造发明的各种生活上的 必需品之后 人的社会才能稳定 才能够发展 这已经是第一次的应用了 那么后来的话 我们将来再念到 这些疫经的每个挂的时候 都要开始联想 非常丰富的联想 等于是说 它的象征是无限的象征 为什么一个挂 六条线就这么特别呢 因为你先定好规则 先定好每个挂代表什么 然后你用的时候 可以重复使用 它在这里同时代表木头 同时又代表风 比如说你说 船怎么在水上走呢 因为你上面是风 底下是水 风又是木头 木头就是船 船在水上走 变成航行了 要慢慢习惯 习惯这一套之后呢 我们平常跟别人来往的时候 或者念书的时候 也同样的 会有各种联想力 会慢慢越来越 能力越来越强 《易经》作为历史上 现存最古老的一本经书 其中蕴含的智慧 至今仍被世人所推崇 那么《易经》是由谁 出于何种目的撰写的呢 《易经》中记录的 从福西市到姚顺的上古时代 是什么样子的 诞生于五千多年前的《易经》 对于现在的我们 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和作用呢 傅佩荣先生《易经》与人生系列之 《易经》的由来正在播出 让我们跟随傅佩荣教授 一起探寻《易经》的由来和演变之谜 傅佩荣先生认为 古代圣人必须具备德行 智慧和能力这三个条件 那他为什么把德行排在首位呢 为什么我们第一次谈到说 你学《易经》的目的是三个 第一个 增强提高自己的德行 第二个 培养自己的智慧 第三个 增强自己的能力 古代圣人就这三个条件 第一个 我们谈德行 只有德行高的人 才能让天下人都心意相通 为什么 德行基本上是帮助别人嘛 我做好事啊 你做好事被你帮助的人 当然会觉得开心啊 就是说你很了解他 我们都知道 所谓的善跟恶啊 有个最简单的定义方法 善就是替别人着想 恶就是自私自利 所以在宋朝的学者 讲到这两句话 公心跟私心 只要你有公开的心 替别人设想的心就是善 你有私心 什么都替自己着想 那就变成恶了 同样的 你有德行的话呢 你这样让人替别人设想 尊重别人 帮助别人 天下人就跟你情投意合 从这边来的 所以德行是唯一能够号召 每一个人来支持你的 否则的话你能力很强 德行不够 你变成曹操 这样的人 天下人不会服从你 不会接受你的 相反的 你德行很好的话 能力不太强 那照样得到很多人肯定 古今中外都一样 德行是第一个 如果你从儒家来解释的话呢 才能讲得圆满 因为儒家的主张是 人性向善 我不说人性本善 为什么 因为人性本善 在经验上找不到材料 我从来没有见过 谁是本善的 没有见过 我也不是 我随时会有坏的念头 随时可以做坏事 我很清楚 所以我知道别人跟我也一样 所以你不能说本善 说本善的话 反而很难界定 什么叫做本呢 什么叫善呢 所以说向善 但是说向善有一个原则 基本的原则叫做真诚 你不真诚的话呢 你所做的不是人的生活 所过的不是人的生活 所做的不是人的事情 你只是生物而已 吃饱喝足啊 只会自己的需要来考虑 所以跟人无关 一旦真诚的话呢 立刻就会发现 我跟别人之间 有一种适当的关系 要我去实践 所以我坐车的时候 看到老人家 我就让座 为什么 因为我跟他之间的适当关系是 他坐着 我站着比较适当 我这样做的时候 可以有两种考虑 第一种 将来我老的时候 别人也会让座给我 第二种呢 我不管将来 会不会有人让座给我 我现在该让座 心里愉快 我就让 所以儒家讲到 人性向善的话 他有一个重要的结果 就是当你行善的时候 快乐由内而发 这是最主要的关键 否则你一讲宗教的话 讲善恶的报应 恐怕在来世 恐怕在将来的世界 讲儒家的话呢 善恶的报应 行善心安 心安的快乐最大 为恶的话呢 也许表面有利益 别人也许不知道 但是你内心里面 放不过自己 会责怪自己 内心里面很难过 这叫做 为恶的话呢 心里面难过 这就是一种恶报 所以这是最简单的 理解方式 从儒家来说 所以这叫做 第一个德行 才能让天下人的 心印相通 除了德行之外 学习一经 还会增长人的 能力和智慧 智慧是为了解除 天下人的疑惑 能力是为了 安定天下人的适应 然而 圣人孔子和 西方大者苏格拉底 都宣称自己无知 这又为什么呢 毕竟比较强调的是什么 德行之外就是智慧 因为你要替天下人 判断他们的疑惑是什么 让他们解除迷惑 人生充满困惑 我们个人如此 每个人都一样 尤其年纪大的人 就常常要回答 年轻人所提的问题 他问你说 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怎么回事 我们就必须负责回答 你不能回答 代表你智慧不够 因为你回答的事情 不见得是你都经验过的 如果我经验过 我当然可以回答 很容易 因为我自己有经验 但是很抱歉 各行各业的经验 怎么可能有呢 各种人生的经验这么复杂 怎么可能你都具备呢 所以基本上呢 在这边就要用孔子的话来说 孔子说 有彼夫位于我 有一个乡下人 老实人 有问题问我 空空如也 代表这个人 非常诚恳老实的样子 我有知乎哉 无知也 孔子自己说嘛 我有这个智慧吗 我有认知吗 其实我也是无知的 孔子说他是无知的 跟西方的苏格拉里 正好又可以相应 因为西方的苏格拉里 表现极为精彩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 神说我苏格拉里最聪明 是因为所有人里面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我是无知的 听起来像反话 苏格拉里说 只有他知道自己是无知 别人连自己无知都不知道 所以比他更无知 而孔子也说过 我无知 但是呢 有人问我问题的话呢 我怎么办 扣起两端而结言 我就问题的两方面 要或是不要 好或是不好 仔细研究 然后给他一个答案 通常我们回答问题的方法 不在于回答 而在于分析 你把问题分析清楚了 提问题的人就知道 该怎么回答 因为只有提问题的人 才知道真正的答案 在哪里 所以这是儒家的智慧 也是我们在 从这个古代的这个圣人 他的智慧就要靠判断 天下人的疑惑 该怎么解决 当然这里面也牵涉到 沾卦的问题 有能力的话呢 才能安定天下人的事业 天下人呢 有许多事情 像你要农田水利 这边要开运河 那边要造长城 那需要有能力 能力不够的话呢 长城盖的也垮了 运河开了也不见得可以这个航行呢 那怎么办呢 所以古代圣人呢 讲究能力 这个能力啊 一定要从基本的 基本的要求去 慢慢磨练起来 磨练好了之后 能力自然强了 《义经》是一本凝聚古人智慧的经书 然而站在当下 我们不禁要问 这么古老的经典 有没有过时 《义经》对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 到底还有没有用 学《义经》里面呢 很容易觉得很有趣的话 叫做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当你穷困的 没有路走的时候呢 就要变化 变个花样 比如说你做这一行走不通了 这一行过时了 那你就要变 你不变的话就被淘汰了 变之后就通达了 就有路走了 转个弯 前面路更宽 通则久 通了之后就能持久 但是久了之后呢 你再把它连在一起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久则穷 再开始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不断的循环 所以这是《义经》里面 谈到一个政治领导 他就要注意到这些问题 穷变通久 能够长期去发展一个社会 人活在世界上 其实对一般人来说是很辛苦的 为什么很辛苦呢 他没有明白人生的道理 他就是活着嘛 活着做什么 我们都知道养儿防着 养女防老 但事实上现在 不见得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而人的希望往往放在子女身上 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经验 一旦有了孩子以后 看他们成长 孩子越小 父母的希望越大 孩子越大 父母的希望越小 等到孩子都成长了 父母就没什么希望了 因此呢 人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自己也慢慢老去了 来不及后悔 来不及重新选择 生命就去掉大半了 请问这样的人生 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没有办法 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 一代一代的发展 两三千年下来就是如此 今天这个时代不一样了 我们就要怎么样呢 就要研究义经 义经在古代 只有少数人可以念的 什么不学义 不足以为将相 要当将军 要当宰相的人在学义啊 我们一般老百姓 学的义做什么呢 今天就要突破这个范围 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义 就要让每一个人感觉到说 我的生命是独特的 独一无二的 不能替代的 所以我学义经之后 我就要了解 古代历史怎么发展 人类文明怎么进步 今天我该怎么办 这样才能够接到下一步 我要怎么样去掌握到主体性 让我自己的生命 有它内在的价值 修养德行 培养智慧 谢谢各位 我从小接触的 就是那种唯物论的哲学 但是现在来看 这就是周易代表的这种哲学 非常有道理 一方面无法说 无法让自己接受 就是阴阳两派代表的 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 但是另一方面 也无法解释很多 玄秘的现象 所以我们现在无法 我们这一代人 就是说从唯物论走过来 但是无法解决 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很心里很困惑 这世界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样的 周易只是介绍一种规律 或方法 还是像我们介绍 这个世界的本质 您一直在说 那个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吗 我以前看过这方面的书 就是说 很多人都支持 这种生命的哲学 您也一直在说 我们要破除对一些 一些小事 对一些欲望的执着 就是说 是不是 你现在是执着的是一种生命 那这种生命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这个天地之间 是不是真是一种大生命 这种大生命的状态 也是又是什么样的 谢谢 好的 古代的思维 没有这么样的明确区分 唯心或者唯物 为什么 因为唯物论是近代德国哲学 尤其是从笛卡尔之后 到德国的唯心论出现之后 才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 你从小所觉得唯物论 是一个历史发展里面 特定的阶段所出现的 叫做唯物论 古时候的唯物论 称作素仆唯物论 你加一个素仆 就代表说 它很天真 认为说世界就是我看到的世界 但是他并没有想 这个世界是物质 他想说世界有灵 山有山神 海有海神 太阳有太阳神 月亮有月亮神 它倒是连在一起 有物有灵 整个混在一起的 所以通常我们讲 古代的思想的时候 尤其在近代以前的思想 使用的唯物论 都要先界定 我这个唯物论 是素仆的唯物论 不是那种精密发展的 唯心唯物这种对立 这问题比较大 我觉得你受的教育 是偏向中间这一段 你如果看希腊哲学 就会发现 他们也被说成唯物论 他其实不是唯物论 他说宇宙的起源是水 第一位希腊哲学家 凯利斯说宇宙的起源是水 但是第二句话说什么呢 第二句话说 一切都充满神明 那我现在问你 他是什么论 宇宙的起源是水 代表水是物质 但是一切都充满神明 代表万物是充满神明的力量 这样才能够理解 这个是西方的思想 否则你一旦说 就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 就变成是历史里面某一个阶段 有时候稍微窄了一点 他不能包括再往前的各种想法 也不能包括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 天地之间是不是大的生命 我们对生命的这种执着 算不算执着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 外在的很多物质 使我们产生欲望 这种欲望的执着 像也包括名利权位这些 他确实是一个执着 因为对外 那生命的执着不见得是一种执着 因为它是对内的 比如说我珍惜每一天的生活 我珍惜啊 我不能执着 因为我执着我也抓不住啊 今天还是要过去啊 所以我们讲到说 对生命的了解说 宇宙充满大的生命 是因为你看宇宙的时候呢 你不要把它切割 这是植物 这是动物 这是矿物 这是无生物 你不要切割 你把它当作一个整体 你缺了任何一样东西的话 别的东西不能发展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你对于宇宙充满大的生命 这一点的话 感觉到自己的生命 也不是孤单的 我的生命跟别人的生命 可以相通 我的生命跟天地可以相通 所以后来宋朝学者讲得很好 钱为父 同为母 钱是我的父亲 坤是我的母亲 他就把它开阔了 变成天地 我们人在天地之间 跟万物呢 跟手足兄弟姐妹一样的